請接牌 此季全台第一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在高雄靜思堂正式揭杯 成為公務人員及各級學校 環境教育跨領域整合的最佳選擇 能夠藉由這一個場所 能夠接引更多人 來參與環保回收的實作 也希望能夠結合環保 以及長照 還有我們未來的社區關懷 能夠達到一個全人全程的一個 環境跟人的一個教育 慈濟是很早就在往如何去減緩 氣候變遷這個方向再走 像我個人今天我就學到不少 那我們看在禁思堂裡面 最重要一個是心靈的環保 除了禁思堂建築物本身 三個展場規劃中的慈悲科技館 任何正在物品研發 來自慈悲理念 上人給我們的一些概念就是 我們怎麼樣能夠 這個給災區的居民呢 在災後的過程中有一個 比較安穩的一個過渡的時期 我們知道氣候變遷的一個嚴重性 那我們有了共資 那是不是要有共行 那我們如何共行 我們要做減減減碳的教育 高雄禁思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啟用後 王后會繼續以慈悲行動 對峙全球氣候變遷 用智慧創新 邁向地球 永續發展 大家希望你喜歡的林道明 高雄報導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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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